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直播幻子《人民必答》 家庭观众任何问题随时可以打给我们 电话热线是204-6566或发电邮过来 我是节目主持人钟慧欣 身边嘉宾是Arno 研究部分析员谭志乐 你好Arno 李宗盛你好 听听电话先 章小姐在旁边 你好 早晨章小姐 早晨 我想问你如果真的市场去到2万点 应该买 买26、200好 还是买一只中学移动好 好的 两只来说未有货 不同范畴两只都不同 国售方面可能和A股的敏感度比较高 暂时去到25.5 升2% A股方面 看回 现在市况暂时没有什么方向 上证指数暂时跌9点 跌幅不够1% 报3071点 如果是部署国售先 正反正是中二栋 中二栋 大家估计 如果恒指有得升 成分比重比较多 中二栋 可能股价相对来说有向上的调整 暂时中二栋 在90元以下 88.8 暂时偏远 两只来说哪一只可取 始终两个完全不同的板块 但是我相信 始终两只都是恒指成分股 虽然说中二栋 的战比相对比较大 但是国售一旦下来 整个内险板块 都相信会跟随着上升 所以你说战比方面 整体现大市一旦好一点 两者都会做好一点 唯一的分别就是 始终说内险股方面 相对地会比较进取 因为如果股市能够做反弹 内险股有条件会弹得多一点 所以如果股市一旦升起上来 国售的升幅会相对比较多一点 但是现阶段的市况仍比较弱 可能有机会再调整几百点 试回20,000点这些位置 我觉得可能性都不小 一旦调整到20,000点这些位置 现阶段国售下调的幅度 亦都会相对地比中移动大一点 始终说内险股 其实下半年来说 我的看法就看得不是非常正面 始终说A股见了这么大的调整 会不会影响保费收入 会影响投资收益 甚至上半年有个很强劲的新业务价值增长 下半年会不会出现一个倒退的情况 这个会是一个风险因素 所以我觉得中移动会相对地比较安全 而且国售今天来说 都有一个反弹的迹象在 相反地中移动现阶段 仍然处于低水平 所以我觉得如果拼反弹的话 我自己都会选中移动为主 这些位置 其实最关键的支持位在之前的低位 85元这些位置 不穿85元 我觉得短期后市来说 承担的风险都是5-6%左右 是相对地比较安全的 一旦反弹起上来 我觉得会有条件 看看50天线 97元甚至100元这些位置 所以在部署策略上面 两者选一只 我会选中移动 这些位置可以买的 我会建议将止蝕位置 放回84元 至于反弹目标 我自己会看到100元这些位置 OK 看指数看还是看股价看 我觉得如果你想开始去拼反弹 其实指数的确是会有机会 调整多几百点 但始终弱势的股份 好像一些公用股 地产股等等 可能仍然会持续弱势 相反地 我觉得中移动内险股 其实这些位置都差不多可以拼反弹 所以我觉得如果目标上面 选择这两只股份 这些位置开始去拼反弹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嗯 即是不要看指数 是的 我觉得不需要看指数 反而你说中移动方面 严守可能84元这些止蝕位 会相对比较安全 好 多谢先了张小姐的电话查信 谢谢 我们下一位家庭观众 陆先生 你好 早晨 我是持有87001和737 87001是IPO当时买的 因为我持有合和 有时送股 不是很多 只有1000多 我现在想将87001 就是换过去737 可不可取呢 先教一下 好 两只来说都是高息 87001方面 暂时股价就靠稳去到3.04元 至于737 合和公路建设 这一只周息率都去到11.5厘 报3.69 好没有沽了87001的货 那些钱退下来就买了737 其实两只股份的防守性都非常强 始终都是说一些以收息为止的股份 但是业务上有点不同 又是说737合和公路基建方面 始终都是说一些公路基建的项目 防守性会相对更加强 相反地拉87001 说会员信托方面 始终都是和房地产业务有关 虽然都是最主要以收租为主 但是始终现交店面对着经济放缓的问题 其实压力会相对比较大而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会员信托 始终都是和人民币的相关产品 未来来说 人民币仍然有贬值的风险 我会担心股价会有更深的调整 所以换马部署我觉得可以 两者来说 亦都见到737合和公路基建方面的走势 相对地是比较硬正的 未来来说 如果市况仍然比较反复 不排除它能够在逆市上 相对地做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 你做换马部署 是可以的 从技术走势上看 737股份 现阶段最关键的支持位 落到3.6这些位置 短期后来说 不穿3.6 是会有条件看起来 结实反弹的 至于反弹目标 我自己 暂时来说 会先看回到3.9这些位置 嗯嗯嗯嗯 好啊 陆先生有没有其他东西的补充 嗯嗯 因为我见到 它们两者都是用人民币来作价 嗯 这样我想 都是转去737会更好一点 暂时看回走势在上面 始终会员产业信托方面 和房地产的敏感度相对比较多 现阶段内地的房地产行业 始终都面对着比较多的问题 始终这些公用股 最重要都是他们的防守性方面 如果业务方面 87001 面对着比较大的挑战的情况下 我觉得你说换回到737上 都会相对比较安全 好的,谢谢陆先生 你的电话查询 谢谢各位家庭观众的电话 请问,谢谢你 我们节目时间都来到这里 有事稍后回来 和大家看看email方面的情况 家庭观众就不要走开了 其实都收到这位朋友 想问一些内银股 他说,近期内银股不断创新低 好像今天1288农行 也创了52周的新低 第一位见过两个爆七 现在来说,都去到两个九毫三的位置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继续有直播环 家庭观众,我们走开 我们下期见到两个月的感觉 第四位,我们下期见到两个月的感觉 有约的感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